你也是想看的 阿姨 她听我的 看得漂亮 直接挑战我妈女主人的权威 什么 你们要进婚 我打算出去工作 谈一年恋爱 如果一年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分歧的话 我们就结婚 情势人很好 她不需要举办婚礼 也不需要钻戒和额外的婚房 但是我觉得身为男方 多少要有点诚意 所以我决定在房产身上 添加她的名字 什么 还有啊 年轻人跟老年人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还是分开住比较好 既然这个房子是我买的话 那可能要麻烦你们和老班出去了 那么以后这个家的主人就是秦师了 对了 妈 我在你那儿放的钱 可能你要交给她来保管了 还有 我们不打算有孩子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坐 儿子 你上哪儿找来这个姑娘啊 这些主意是不是都她出的 她看着挺漂亮的 一肚子都坏点子 儿子 妈妈不着急 真的不着急 你也别着急地结婚 赶紧赶紧 把这个女朋友给我送走 妈 你刚刚说什么 不着急我结婚 就这儿啊 就这儿啊 连你们家都不认识 嗯 就这儿 走吧 等等 走吧 我再去 兑点热水啊 嗯 妈 我刚说了 我打算工作 谈一年恋爱 我们就结婚 听见了 听见了 晓晴啊 你数什么的 我比杨华大六岁 果然爱情是可以超越年龄的 我们杨华能选择你 你一定是非常地优秀 什么学历啊 我大学念的是法律 硕士是经济 你也是律师啊 现在的人哦 动不动就打官司 律师这个职业很吃香的 你们公司一定很挣钱吧 你在哪个律师事务所呀 妈 我刚说我们打算结婚 然后房子还 结婚 南方出房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 再说小晴那么优秀 能嫁到我们家来 那是我们家的福气 这产证啊 名字该讲 这本来这房子就是留着给你们结婚用的 我跟你爸商量过了 只要你们一结婚 我们就在小区旁边买一座小一点的 绝对不会打搅你们的二人世界 我们不打算办婚宴 不办就不办 我很开明的 也不打算要孩子 行啊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 也是很想看到自己的第三代 但是这日子是你们俩自己过的嘛 是不是啊 没关系的 小晴 你只要嫁过来 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那样看 这世上找不到我这么好的婆婆了呀 我就是不怎么一般的 我是女儿子的 你只要不就在你身上 otono 好像什么就在你身上地方 你别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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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月好好相处 然后三个月之后就定下来 婚宴不办 可以旅行结婚呀 到时候你们俩跟我们俩 我们一起去旅行 怎么样啊 三个月 忍不住 忍不住了吧 我觉得三个月太浪费时间了吧 阿姨 刚才杨华说的那些呢 都是她自己的想法 你也知道 她这个人比较传统 也怕您接受不了 看起来 你一点都不了解阿姨呢 既然您这么开明 那我收拾我的想法吧 我跟杨华呢 虽然才短短认识了几天 但我觉得她是一个十分值得托付的男人 你们看 我年纪也不小了 所以我想马上结婚 您二老一直住在这儿 没有让您腾房的道理 其实我自己有房 结婚以后呢 杨华可以住在我那儿 工不工作都可以的 我的工资可以养活我们两个人 就是我这个人吧 工作有点忙 所以结婚以后 家里的家务 你就得多操心点了 等等等等 那个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杨华去当商门女婿啊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这 其实我认为呢 结婚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我这个人擅长工作赚钱 杨华呢细心耐心 可以把家里打理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很完美啊 我觉得这个结婚呢是个大事啊 结婚呢双方一定要了解 要相处一段时间 不要急着结婚 那个杨华 你也是这样看的 阿姨 她听我的 看得漂亮 直接挑战我妈女主人的权威 控制月 才是我妈的死缺 秦小姐 什么时候结婚我不反对 但是结婚之前 双方父母总该见一面吧 其实见不见都可以 我们家我说了算 我爸跟你一样 也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呢 我爸呢 他结过三次婚 他每次见着我都要说呀 在我这个年纪 他已经结两次婚了 孩子都有两个了 时不我待呀 妈 我看人见到 但我不见我们 在你10个图кі 你第一个图 我看住啊 就像他柴子